國民大會在YouTube上面 有自己的專屬頻道 麻煩你把你的手機 還有你身邊所有人 你身邊沒有人 就到馬路上找路人 把他們手機拿出來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工商服務不要笑出來 不是 你說 你要去打隔壁的人 那你要怎麼把他手機解開 不是 因為很多觀眾可能說 我已經加了 你每天都跟我講 他說其實你可以跟路人 不認識的人跟他幫忙推銷 好 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本來要講這個鳳山 為什麼要罷免黃姐的理由 不過講這個之前 要先補充一件事情 剛剛我們在講那個 有關於第一波 COVEX名單當中有沒有台灣 現在目前看確實是沒有 可是記者也會問 就是為什麼沒有 指揮中間的中央祥發言人 他下午有回應說 因為中華民國 因為台灣不在聯合國裡面 所以名單上面看不到 我們還是會有 但是什麼時候會有 會有多少 今天是沒有答案 我們就熱切期待 記得我們就看COVEX裡面有 當然希望有 難道我們希望台灣沒有嗎 可是疫苗說法陰陰陽陽 也不是一天兩天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他到底會什麼時候 有或有多少 可是剛剛給大家看的名單 叫我想越南 488萬 這是人家已經確實 已經可以分到的 還是有點差別 對 好 那鳳山 很多人民眾在問 鳳山民眾 鳳山的選民 可能到現在有些人說 為什麼要罷免黃賊 我先跟大家講 鳳山的黃傑罷免案 我所看到的根本都不是黃傑 眼前政治一寸皆是迷霧 其實看到的就是藍綠 在這一次的對決之後 到底誰能夠存活下來 你注意看黃傑根本不是民進黨的議員 為什麼民進黨會這樣全黨壓下去 為什麼連中選委都要出來解讀 剛剛前一段畢哥跟大家講的 確實這個霸解總部 他所提出的罷免的理由書的第五條 還有誤植了國安法21條 可是不是沒有解釋過 都說明了我寫錯 我寫的是中華民國的國安法21條 對於港澳跟香港 還有這些大陸地區 進行的資助跟募集是不可以的 這是中華民國 可是這個黃傑就要在他的答辯 當中說笑死人 拿香港國安法21條來罷我 當然黃傑要去攻你 洪師傅攻中路對不對 打你這個打蛇打七寸 但是連民進黨中央 昨天嚴若芳 連中選會都跑出來講 你就知道了 這是整黨壓下去 讓大家有個錯誤的概念 就是說這些罷免的人都是 這重點就不是這樣 國民黨現在也尷尬 因為國民黨上次的王浩宇 他基本上並沒有實質壓下去 可是魯明德在地方有幫忙 那現在只剩兩天 到底怎麼辦 國民黨現在決定 有比前幾天更明確的表態 國民黨立委 鄭立文他今天舉了四大的 罷免黃傑的理由 其實看起來比罷解總部的五個理由 還要更明確 第一點 不要挺萊豬的議員 因為黃傑挺萊豬 所以我們不要 所以你可能對黃傑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你不要吃萊豬 罷掉黃傑才能擋下來 我先跟大家講 從這個鄭立文的第一點 我先跳到我們今天的標題 我不知道明天 這個罷解的最後一頁的晚會也好 或是說他行動會不會一直喊 這個口號叫做 黃傑下台 萊豬不來 黃傑下台 萊豬不來 這口號其實說是在一個月前 就已經開始喊了 你要把那個意向連結以後 才會把對於萊豬有恐懼的 高雄鳳山的市民全部叫出來 我跟他不是要罷黃傑 我也不會只是因為 他跟韓國瑜翻個白眼 我就一定要下來 但是如果黃傑沒有罷掉 後續你不用想要罷萊豬 如果沒有辦法罷萊豬 萊豬的議題你就不用想了 包含年底8月28號 也不算年底 就是暑假的828的那個公投 所以政經委一下子 就把第一個高度提高 他罷的其實不是黃傑 而是一個挺萊豬的議員 所以任何挺萊豬的議員 跟挺萊豬的立委都應該被罷 那就會有壓力 但對於萊豬的議題 才能夠再把它找回來 第二個 不要只會監督在野黨的議員 他講的就是說 你韓國瑜在當市長的時候 你每天怎麼罵他的 現在換陳青拜以後就市長好 你沒有在監督執政黨 你監督只是國民黨 國民黨在野就監督在野黨 國民黨執政就執政黨對不對 第三個 不要欺騙高雄人 什麼武黨 你根本就是民進黨 然後最後就是說不要作秀 作秀一言不合就翻白眼 那怎麼叫作秀 什麼叫做有在地方 來好好的質詢 其實搞不好我們看一下就知道 一張圖就看完了 這麼大一張 你看16公格 沒有 這沒有是12公格 過去的幾個月以來 高雄鳳山街頭大亂鬥 警察開槍 還有雨水的早氣中毒 還有早氣外線 這都兩死 一死一死 這麼多的意外